2006年夏天 陕西汉中的大河坎镇新建了一个小广场 这个小广场成为了大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 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人们总能闻到在这里有一股似有似无的臭味 在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对臭味的来源感到好奇 但随着时间推移 这股臭味变得愈发浓烈 这就让人有点难受了 在7月8号早晨 当地居民老张来到小广场上散步 此时一阵风吹来 那股臭味瞬间变得非常浓郁 让老张有些上头 出于好奇 老张就沿着风的方向寻找 试图找出臭味的来源 他走到小广场附近的小河边 臭味更浓了 似乎是在附近的草丛里面传来的 于是他继续往草丛的深处寻找 越往前走 那股味道也越发的难以忍受 他猜测 这肯定是谁家的死猫或者死狗被丢在这里了 烂掉了 心里这样想着 他的脚下突然踢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杂草又高又密 他看不清楚 于是老张就低下头 把自己脚边的杂草拨开 然而下一秒 他却看到了一颗腐烂的人头 那一瞬间 老张彻底蒙了 他被吓得魂飞魄散 立刻跑回小广场 打电话报了警 几分钟之后 当警方来到现场时 小广场周围已经围了很多群众 这里发现人头的事情迅速传播开来 很多人都来到现场围观 警方驱散了人群 拉起警戒线 对现场和头颅展开勘验和检查 经过法医的详细鉴定 这颗头颅属于一名年轻的女性 她的年纪大约在16到25岁之间 死亡时间在2到3天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 这颗头颅颅部的切口非常平整 很明显是被非常锋利的刀具切割下来的 同时颅部的平整的切口 也意味着凶手的手法是相当了得的 它很有可能是对人体的骨骼结构非常了解 或者就是具有丰富的屠宰经验 除此之外呢 现场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痕迹 毕竟在现场发现的只有一颗人头 如果凶手是站在远处的小路上 把头颅丢进草丛 那么就很难在草丛里面留下其他线索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头颅没有被毁容 虽然已经开始腐烂了 但是大致还可以看出 这名死者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此时警方的切入点有两个 一个是依据死者的样貌进行寻找 询问周边居民是否有人认识这名死者 并且排查近期的人员失踪报案 第二个切入点是凶手的职业 就像刚才分析的 头颅颅部的切口平整光滑 那么这就指向了屠夫和外科医生等等相关职业 于是警方双管齐下 一边调查死者身份 一边排查当地的相关职业人员 然而这两个方向最终的结果 其实都不太乐观 首先近期并没有失踪报案 警方拿着死者的照片向周边的群众询问 也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 没办法只能继续询问 尽可能的再去问更多的人 其次对镇上的所有屠夫和外科医生从业者 都做了排查 但是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其实对这一点呢 说实在的 警方也知道 这个案犯呢 他不一定就是镇上的当地人 也有可能是外地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排查范围 从大河砍镇直接扩大到整个汉中 那么工作量将会成千上百倍的增长 这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排查完成呢 那这样的话 效率就太低了 就这样 这起案件迟迟没有新的进展 让人心急如焚 但是偏偏在这种情况下 又来了一起新的报案 在发现那颗头颅两天之后 警方再次接到了新的报案 有人在镇上菜市场附近的一个厕所里面 发现了一些人类的尸体碎块 虽然在菜市场附近 但是这个厕所呢 他地处偏僻 而且是那种老式的汉厕 比较脏乱 平时很少有人来 当时报案的是一名男子 那天他来菜市场买东西 离开时突然内急 就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厕所 在上完厕所离开时 他突然发现了 在厕所边上放着14个黑色的塑料袋 这些袋子全都鼓鼓的 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不过即便是在厕所里 他依然闻到这些塑料袋中 散发着一股恶臭 和厕所的臭味是完全不同的 更像是一种腐烂的味道 而且这些袋子还一直在往外面冒着水 下面的地上已经湿了一片 这名男子鼓足勇气 打开了其中一个袋子 结果发现 那里面装的都是一块一块的 已经腐烂的肉 甚至其中还有一块人的脚掌 这让他瞬间下出了一身冷汗 足足十几个袋子 那里面装的肯定全都是人的尸体碎块 再联想到之前 在小广场发现的人头 这名男子立刻报了警 来到现场 看到现场的袋子之后 警方也是这样猜测的 这些尸块和那颗人头 很可能是有关联的 而后续的检验结果 也确实印证了他们的想法 这些袋子里面装的 都是人体的组织 而且这些尸块组织和那颗头颅 的确属于同一个人 此外 这些尸块都被冷冻过 袋子里面渗出的水 就是冷冻之后留下的 从尸块解冻的情况来看 警方判断 这些袋子很可能是不久之前 刚刚被丢在那里的 这个信息就非常重要了 警方立刻返回市场 试图调取周边的监控录像 找出丢弃这些塑料袋的人 然而去了之后一问才知道 厕所周边人家没有监控 市场里的监控也很少 仅有的几个监控弹头都距离 那个厕所是比较远的 不太可能拍到抛尸的案犯 所以没办法 这条思路只能中断了 另一边的法医在对这些尸块 进行了仔仔细细的检查之后 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这些尸块 足足装了14个袋子 但是这肯定不是所有的尸块 把这些尸块 还有那颗头颅拼在一起 并不能拼出一具完整的尸体 还缺少两条胳膊和两条腿 那么这就意味着 剩下的胳膊和腿 肯定被丢在了其他地方 或者也有可能还没有被丢弃 还被冷冻在某一个地方 那么既然尸体是被冷冻保存的 也就表示 这个案犯 它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冰箱 或者他家里的冰箱比较多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把一个人的尸体 全部都装进去 冻起来 于是接下来 警方的调查重点 就是家里有大型冰箱 或者有多个冰箱的住户 同时包括一些 餐饮店 因为他们都有大型的冰箱 所以也被纳入了调查范围 然而最终 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这项调查进行了两天 却没有任何发现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之前的思路 它是错的吗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又有一起新的报案出现了 这起新的报案 为这起案件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7月12号 发现人头四天之后 警方接到了这个新的报警 一名男子表示 说自己正在一家牛肉面馆里面吃面 但是从里面吃到了一片白色的东西 好像是人的指甲 其实这种事啊 咱们乍一听 在饭店里面吃到指甲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肯定是有人在厨房里面捡指甲 那指甲掉进食材里了 这种事呢 虽然恶心 但是一般情况下 直接找老板 让他赔偿就好了 这不论怎么说 也用不着报警啊 这话呀 虽然这么说 但是此时 这一名报案者的情况 它其实是有点特殊的 他吃到的 不是那种捡指甲 捡下来的指甲碎片 而是一大块指甲 吃到一大块指甲 这肯定有问题啊 再联想到 之前发现的那颗人头 又想到 后来发现的那些尸体碎块 这些事儿 已经传得满城风雨 而且不知是不是巧合 那两起事件的案发地点 就在这家店的附近 联想到这些 让这名顾客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所以他才报了警 而就在接到 这起报警的同时 警方的调查 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之前提到了 案发以来 警方一直在拿着死者的照片 四处打听 在那一天 终于在一个路人的口中 得到了线索 看过照片之后 对方表示 照片上的这个人 看起来 有点像是一家牛肉面馆的 女服务员 好像叫小周 于是接下来 警方就从这个牛肉面馆 周围的其他商户那里 打听到了 这个小周的住址 并且火速赶到了 小周的家中 而当小周的父母 看到照片上的死者之后 顿时开始嚎啕大哭 原来 在前段时间 小周和家里面 发生了矛盾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 冷战了 他的父母一直以为 小周还没有消气 也就没有主动的去联系小周 结果没想到 自己的宝贝女儿 其实已经遇害了 经过了解 小周打工的面馆 叫做牛大碗牛肉汤 而报警说 吃到人之家的那个顾客 他所在的面馆 也是这个牛大碗牛肉汤 毫无疑问 这家店有大问题 7月12号中午 在接到那位吃到支架的 食客的报警之后 警方立刻出动 来到了这家面馆 这家店也是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牛肉面馆 每天食客络绎不绝 当警察和法医一同赶到现场时 店里几乎坐满了客人 看到警察来了 食客们面面相去 不知发生了什么 在面馆中 警方也见到了那个报警的食客 他端出一碗面 那里面果然有一片白色的 好像是支架一样的东西 经法医辨认 这的确就是人的支架 于是警方马上封锁面馆 进行调查 当时店里的很多顾客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一边端着碗吃面 一边在门口看热闹 这面馆的老板叫王琪 他是一个又黑又壮的中年男子 当时他正在厨房里忙着 当看到警方来了 他瞬间变得脸色铁青 手上忙碌的动作 也渐渐停了下来 几分钟之后 警方在厨房的冰柜里面 发现了一条人腿 不仅如此 在厨房的下水道里 还发现了一些 没有被处理干净的人体组织碎片 甚至从一口大锅的汤里面 还咬出了一根骨头 经过判断 这正是人骨 证据确凿 警方立刻把面馆老板王琪 进行逮捕 同时查封了面馆 怕引起民众的恐慌 警方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们 也没有透露为什么要查封 不过随着案件的发酵 人肉拉面的真相 最终还是被传了出去 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被捕之后 王琪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据他交代 小周的确是面馆的服务员 但是因为贪图美色 他强奸并且杀害了小周 为了毁尸灭迹 他把尸体上的肉剔下来 制作成卤肉 放进了牛肉面里 这如此恐怖的行径 纵使警方也感到寒毛之力 一个人 他的内心究竟要扭曲到什么地步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和以往咱们说过的一些实施案件不同 王琪他并没有自己实施 他没有这种癖好 他是让客人们去吃 关键那些客人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根本就不是牛肉 这种恶心和恐怖给人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据说在当年始发之后 很多店里的常客再也不吃牛肉面了 一度影响了当地的很多面馆的生意 甚至有人从此再也不买外面的卤肉和熟食 生怕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但我们要说的是 不要忙着惊叹 这个王琪的罪行 其实不止于此 在审讯中 他还交代了另外一起 没有被警方发现的案件 在小周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张梦的服务员 他也被做成了牛肉面的食材 面对这两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在震惊之余 所有人也在好奇 王琪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我们只能说这和他的童年 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王琪出生于1969年 由于缺乏正确的管教和引导 他从小就是一个大家口中的坏孩子 因为长得壮 他总爱欺负其他小朋友 尤其是女生 这导致他一直没有什么朋友 大家都不敢接近他 也许他的内心是孤独的 他总喜欢去搞一些恶作剧 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捉弄同学是家常便饭 甚至有时会故意拿剪刀 去剪坏女同学的裙子 毫无疑问 他被女生们视为危险动物 没有人愿意接触他 这样做的代价是 他从小到大 几乎都没有接触过女生 从来没有女性朋友 中学时期 王琪辍学了 开始在社会上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瞎混 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正直青春期 他对女性的渴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但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女朋友呢 连普通的女性朋友都没有 在压抑了几年之后 18岁那年 他终于憋不住了 后来在甘肃打工期间 他强奸了一名素不相识的少女 并因此被判了九年 而入狱之后的王琪仍然不老实 1991年 他盗窃了狱警的枪支 偷偷越狱了 不过没多久 他又被抓了回来 由于犯下了脱逃罪和盗窃枪支罪 他又被判了九年 加上之前剩余的刑期 合并执行 共14年 这一下 王琪终于是有点老实了 他这样老老实实 蹲了十年 到了2001年 因为表现良好 他终于获得了提前出狱的机会 在那阵子 他确实想着要改些归正 家里帮他凑了一些钱 就开了这家牛大碗牛肉汤 后来生意做久了 慢慢的也磨练的能说会到了 他也终于认识了一个合得来的女生 两人结婚生子 至此看起来 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规 他的生意也渐渐的红火起来 可能他就是这块料吧 做饭的手艺很不错 没几年 这个牛大碗牛肉汤就活起来了 积累了一大批老顾客 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甚至一度被称为是当地最好吃的牛肉面 这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需要的人手自然也就越多 王岐和妻子商量 打算招一个服务员 这本来也没什么 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这个行为却在无意间勾起了王岐犯罪的欲望 案发三个月前 2006年4月9号 面馆里来了一位新的服务员叫张梦 她只有20岁 年轻漂亮 手脚麻利 这让王岐非常满意 张梦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 社会阅历不多 一心只会埋头干活 她当然没有察觉到 自己让老板王岐满意的 不只是工作能力 其实还有她干净漂亮的脸蛋 4月10号工作第一天 张梦一直忙到了晚上9点多钟 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 面馆打烊了 王岐的妻子也先回家了 此时店里只剩下了张梦和老板王岐 因为是第一天上班嘛 张梦自然是想表现得勤快一些 于是他开始拿着扫把打扫卫生 把店里收拾干净 此时王岐站在柜台后面 看着青春美丽的张梦 18岁那年那股无法压抑的欲望 忽然再次冒了出来 他看到外面已经没有了行人 于是走过去关上了店门 正当张梦对此感到好奇时 他忽然转过身来 一把搂住了张梦 张梦吓坏了 他连忙开始大声呼救 但王岐马上捂住了他的嘴巴 在这个巨大的手掌中 他无法发出一丁点声音 于是接下来 人高马大的王岐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张梦压在地上 实施了强奸 在发泄完之后 张梦躺在地上不住的哭泣 而冷静下来的王岐 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他心想 如果事情败露 那么自己会再次面临牢狱之灾 回想起之前那十几年的牢狱生涯 他真的是怕了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那一瞬间 看着地上正在抽气的张梦 一个更加邪恶的念头 就这样冒了出来 王岐突然冲过去 一把抓住了张梦的脖子 任凭张梦如何挣扎 他都没有松手 短短几分钟之后 张梦就这样被掐死了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他连夜把张梦的尸体肢解 这多亏了他熟练的厨师记忆 血骨踢肉有如刨钉解牛 没一会儿张梦的尸体 就已经被大卸八块 可是肢解之后的尸体 又该如何处理呢 这个时候 一个疯狂的想法出现了 如果让人们把尸体都吃进肚子里 那不就真真正正的毁尸灭迹了吗 于是他首先把头颅 和一些比较大块的尸骨 丢到了汽车站附近的野地里 埋了起来 又回到店里 把剩下的一些大块的肉 都一块块的切好 掺进牛肉里 制作成了卤肉 至于剩下的骨头 被他丢进了汤锅 熬成了高汤 第二天一早 王奇对妻子解释说 张梦吃不了苦 干了一天就嫌累 走了 这面馆的工作呢 确实是比较辛苦的 妻子也是知道的 因此他没有怀疑 而王奇一大早就钻进了厨房 把昨天晚上处理好的卤肉和高汤 浇在了顾客的碗中 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客人们都吃下了 以后的日子里 王奇提心吊胆了一个多月 他发现一切如常 没有人发现问题 之前处理好的卤肉和肉汤 也早已经销售一空 他这才放下心来 同时 这次罪行 也给王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天真的以为 人肉拉面 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 于是一个月之后 他再次贴出了招聘广告 想要继续自己之前的罪行 7月6号 另一位青春靓丽的女孩 年仅16岁的小周 来到面馆应聘 这可是未成年人 但是王奇却根本不管 在看到小周美丽的面容之后 他想都没想 马上答应了 当天晚上 他顾气重施 对小周伸出了魔招 小周惊恐的大喊 但被王奇一把拍在地上 死死捂住了鼻子和嘴巴 可怜的小周啊 就这样被活活闷死了 接下来 王奇竟然侵犯了小周的尸体 又和之前一样进行了分尸 而这一次呢 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 他的胆子也变大了 他只留下了小周的四肢 用来制作卤肉和肉汤 其他的头颅和躯干部位 他全部都切碎之后 丢掉了 他把头颅 随手丢在了小广场附近的草丛里 又把躯干切成小块 打包成14个袋子 扔在了那个厕所的旁边 当他回到面馆 美滋滋的制作人肉拉面时 殊不知 这次大胆的行动 已经让他露出了许多麻角 不仅头颅和尸块被发现 甚至还有顾客吃到了指甲 可以说杀人偿命 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被警方抓获之后 他自知死罪难逃 没有狡辩 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且指认了抛尸现场 2007年2月14号 汉中市中院作出判决 王岐因强奸罪 故意杀人罪 侮辱尸体罪 主观恶性极大 手段极其残忍 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7年9月18号 王岐被执行死刑 就这样 这起案子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 可以说王岐这样的人已经无药可救了 十几年的牢狱生涯 非但没有让他悔改 反而让他以此为托词 制造了更为恶劣的恐怖案件 只能认为以死谢罪 是他最好的归宿了 1996年1月20号 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瓦吉尼亚市 下午三点半左右 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开始乌云密布 一场大雨突然降临 此时 在瓦吉尼亚市 马尔科斯体育馆附近的一条巷子里 三个年轻女孩打着伞小心地走着 她们分别是14岁的瓦吉利亚 16岁的利莲和22岁的卡蒂亚 其中瓦吉利亚和利莲是姐妹俩 卡蒂亚是他们的朋友 当时利莲走在最前面 当进入这条小巷子之后 她立刻就被墙上的涂鸦吸引了 于是她走过去 想近距离地看一看 但刚走了没几步 她突然看到在墙根底下 正蜷缩着一个奇怪的人 当她第一眼看上去 她的确以为那是一个人 她有胳膊有腿 但是非常瘦小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瘦弱的孩子 出于好心 利莲打算走过去 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但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人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也抬起头 看向了利莲 于是双方四目相对 而在那一瞬间 利莲却惊恐地尖叫起来 因为她看到了一双可怕的红色的大眼睛 她这才意识到 那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可怕的生物 这个生物有着油亮的棕色皮肤 光头 头顶上还有三条凸起的棱 眼睛非常非常大 是红色的 在大雨中 这双眼睛显得格外恐怖 此时 这个生物正在墙根底下摇摇晃晃 让这三个女孩吓坏了 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这个看起来瘦弱又扭曲的生物 立刻让他们联想到了恶魔 他们越发感到恐惧 慌乱之中丢下雨伞 飞也似的跑了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 三个女孩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说 那根本不是人 她长着一双红色的大眼睛 头部还有三个凸起的骨包 全身的皮肤都是红棕色 她似乎受伤了 周围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就这样 三个女孩在街头遭遇不明生物的消息 迅速发酵 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整座城市的恐慌 这件事情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是因为就在那一天 瓦吉尼亚这座城市 刚刚经历了一起离奇的UFO坠落事件 事件的开端发生在那三个女孩 目击那只怪物的14个小时以前 1996年1月20号的凌晨1点14分 在瓦吉尼亚郊区一个偏僻的农场里 农场主奥雷利亚弗雷斯塔和丈夫欧里克弗雷斯塔正在睡觉 忽然 奥雷利亚被牛棚里牛的叫声吵醒了 她听到农场里的奶牛在不停的吼叫 并且还在焦躁的来回踱步 她在屋子里都可以听到奶牛在来回走动的声音 这让她感到很奇怪 于是她爬起来打开窗户向外面张望 结果她看到天空中有一个奇怪的物体 那个物体就像是一个飞在天上的公共汽车 但是她非常安静 没有发出声音 她飞的并不高 大约只有两三层楼的高度 可以明显看到 在她的屁股后面散发着滚滚的浓烟 好像是着火了 在天上慢慢的正向远方飞行 这个东西让奥雷利亚有些好奇 于是她赶紧叫醒了丈夫 丈夫在看到这幅景象之后也呆住了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丈夫开玩笑说 那不就是一个在天上飞的潜艇吗 此时在农场里打工的工人吉姆 也被嘈杂的声音吵醒 他走出屋子也看到了这个奇怪的物体 他猜测这也许是军方的某种飞行器 但这个东西很明显已经着火了 浓烟一直在往外冒着 于是他们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奇怪的是 他们打了很久 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听 于是最终只能放弃 后来直到第二天 他们才知道 当天晚上有许多人目击到了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在打电话报警 接线员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接下来他们只能一边安抚农场的牛 一边继续观察这个奇怪的飞行物体 他们注意到这个东西的速度并不快 一直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他才渐渐的飞过了远方的一座小山 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中 与此同时 大约在同一时间 在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卡洛斯苏扎正开着车在公路上行驶 此时他也注意到 在远处的天上 似乎有一个奇怪的物体 那个物体似乎正在坠落 正在缓缓的斜斜的向着远方飞去 此时因为距离比较远 卡洛斯以为那是一架飞机 出于好心 他立刻向着坠落的方向开过去 试图对其中的乘客展开救助 但因为那个东西坠落的位置比较远 而且道路比较崎岖 当卡洛斯开车抵达现场附近时 他看到警方和军方 已经比他先一步抵达了现场 周围的树林全部被封锁起来 但他依然可以看到 现场中心有一个正在燃烧的 庞大的机器 后来他回忆说 那个东西似乎被摔得粉碎 周围的地面上有很多银白色的金属碎片 消防人员正在小心翼翼的把它们收集起来 他的脚边刚刚好就有一块 于是他顺手把这块碎片捡起来 他惊讶的发现 这个碎片很轻很薄就像是铝箔 轻轻一捏就会把它弄皱 但是松开之后那片铝箔就又会反弹回去 变回原来的形状 正当他研究这块碎片时 现场的军方人员也发现了卡洛斯 他们走过来非常严厉的警告卡洛斯 告诉他这些金属非常危险 并且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到这个时候 卡洛斯才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才明白 自己之前看到的飞行物体很可能不是飞机 但有了军方的阻拦 他无法进入现场 只能离开了 除了农场主和这位卡洛斯 在当天凌晨 其实还有很多目击者 其中有一位在现场附近的居民回忆 在凌晨两点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爆炸的声音 紧接着他就看到不远处的山脚下 有一团火光 离他住的地方很近 因为害怕火势蔓延 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是和农场主夫妇一样 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不过几分钟之后 他看到有三辆军用卡车出现在了现场附近 后面跟着的还有很多消防队员 这位居民感到有些好奇 他试图去现场附近围观 但是和卡洛斯一样 被军方和消防队员拦在了外面 不过他在现场附近时 曾听到里面的一个消防队员 无意间说了一句话 说那东西里面死了两个 逃出去两个活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东西死了两个 又逃出去两个活的呢 其实当时这位居民 他并没有在意 直到大约六个小时以后 在当天早上八点多 附近的一起报警 才让人们意识到了 这起事件的不寻常 早晨八点半左右 瓦基尼亚市的消防队 接到了一起报警 说在附近的一片树林里 发现了奇怪的生物 希望消防队来帮忙处理 消防队员抵达那片树林时 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 他们找到了报警的人了解情况 那是一名年轻男子 他表示 当天早晨 他和两个朋友 正在马路上散步 忽然看到旁边的草丛里 有一团奇怪的东西在动 他们以为是一些野猫之类的小动物 于是就向草丛里扔了几块石头 结果却看到 有一个黄色的东西 从草丛里钻出来 跑进了旁边的树林里 因为野生动物扰民的事情 时有发生 当地消防队员 对处理这种事情 还是轻车熟路的 所以听完男子的描述 他们就戴着手套 拿着绳索钻进了树林 在搜索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他们终于在树林里 找到了那个奇怪的生物 这种生物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有着黄褐色的皮肤 红色的大眼睛 和人确实有点像 但身长只有一米左右 这个生物似乎受伤了 消防队员没有怎么费力 就把他抓了起来 装进了网里 当然 消防队员也是人 对于这个奇怪的生物 他们也感到非常震惊 于是在成功抓获之后 他们立刻通知了自己的上级 然而让他们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 十几分钟之后 他们的上级领导 竟然坐着一辆军方的吉普车 抵达了现场 接下来 几名士兵从车上下来 把那个奇怪的生物 装进了一个木头箱子里 并把它抬进车里 之后匆匆离开 在离开之前 几名消防队员被告知 这是一次秘密行动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但其实这一切 都被一个叫做 吉利斯索萨的当地居民 看得一清二楚 因为当时 他正在马路边的 一栋房子的屋顶上修房子 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 一些军方的汽车 多次在附近出现 甚至有人看到一些士兵 进入附近的树林 据说还传出了枪声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间只有传闻 没有人看到 到底有什么东西 一直到了当天下午三点半左右 天上突然下起暴雨 明亮的天空变得一片昏暗 就在这个时候 瓦基尼亚当地 普林塞萨电视台的记者 纳林纳迪亚突然接到了一则消息 说在马尔科斯体育馆附近的巷子里 有三个女孩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这其实就是最开始 我们提到的那起木鸡事件了 在得到消息之后 纳迪亚和几名同事 立刻开车去现场查看 然而当他们来到现场附近 却发现了很多军方的卡车停在那里 周边的马路全都被封锁了 他们试图进入现场中心 但立刻遭到了军队的阻拦 不过纳迪亚并没有放弃 他知道 离这里最近的军事基地 只有一个叫做以斯拉的军事基地 这里所有的军方人员 都是从那个基地出来的 于是他就直接来到了这个军事基地附近 发现此时 已经有很多记者围在基地周围 但后来 这些媒体无一例外都被赶走了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 不能对今天的事情做出任何报道 另一边 大约在十几分钟之前 那三名女孩 瓦吉利亚 丽莲和卡蒂亚 在目击事件之后 全都吓坏了 他们一起跑回了瓦吉利亚 和丽莲两姐妹的家中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也感到很震惊 于是再过了一会儿 等大家冷静下来之后 他们打算再回现场去看一看 于是他们就开车 回到了刚才的目击地点 但此时 那个生物已经不见了 只能看到附近的草丛里 有大量的踩踏的痕迹 还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脚印 那些脚印只有三根手指 此外 在现场 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就像是硫磺混杂着氨气 非常刺鼻 后来有目击者表示 曾看到有两名消防队员 在附近抓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他们抓走的 应该就是三个女孩看到的那只怪物了 并且在那之后不久 附近的街道就被军方封锁 然后就是记者纳迪亚 试图进入现场 但是没有成功 到这儿 接触事件还没结束 当天傍晚六点多 有两名警察正开车在街上巡逻 突然 他们看到前方马路上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因为当时雨还没停 视线受阻 等他们发现时已经非常近了 于是他们立刻踩下刹车 幸好 那个生物当时趴在地上 并且非常矮小 不然肯定就被撞到了 两名警察当中 其中有一位叫做马克切雷斯 他立刻下车检查 发现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奇怪的生物 它的皮肤是棕色的 头上有三条棱 还有一双红色的大眼睛 虽然当时心里有些恐惧 但是马克在发现这个奇怪的生物之后 他注意到这个生物好像是受伤了 非常虚弱 于是马克赶紧把这个生物抱起来 放在了汽车的后座上 试图想办法去救它 在那一刻 这位马克 也许他是救人心切 出于好心 但殊不知 当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生物时 他的这番举动 将在短短半个月之后 葬送自己年轻的生命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马克的身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这其实是一起很复杂的第三类接触事件 因为内容比较多 我们在这里把它分成上下两集 在上级末尾我们说到 1996年1月20号 巴西瓦基尼亚市发生了大量的第三类接触事件 在当天傍晚6点左右 两名警察开车在街上巡逻时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但这个生物似乎受了严重的伤 非常虚弱 出于好心 其中一个叫马克的警员 就把它抱在车上打算救它 为了救治这个奇怪的生物 马克和同事把它送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 请求医生帮助 但这件事情也彻底改变了马克自己的命运 可能是因为马克直接接触了那个生物 几天之后 马克突然开始持续的高烧 并且伴随着心慌和气短 还经常神志不清 甚至间歇性的休克 此外 他身上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浓肿 非常吓人 在接受了一周多的治疗之后 他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直到2月10号这天 他的病情突然严重恶化 在当天早晨7点钟 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然而即便如此 医生也对此束手无策 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 但是马克却没有挺过来 在当天中午11点45分不治身亡 终年23岁 经过检验 医生发现 马克体内还有一种 从来没有见过的未知的有毒物质 这种物质导致他全身都遭到感染 最终死亡 也正因此 在马克死亡之后 医生马上就建议把尸体下葬 防止病毒扩散 马克的家属也听从了医生的意见 在马克死亡后 仅仅几个小时 就把他匆匆下葬了 马克的突然死亡震惊了整个瓦吉尼亚 并迅速引起了整个巴西 乃至全球的UFO研究者的关注 毕竟这件事情听起来实在是太离奇了 一名年轻警员 接触到了一种疑似是外星人的未知生物 接着就离奇死亡了 这似乎就是在告诉人们 那起UFO事件是真实发生的 于是各路UFO学者都赶到了瓦吉尼亚 希望探究这其中的秘密 现在我们把时间回播到1996年1月20号事发当天 在马克和同事救助了那个未知生物6个小时以后 1月20号午夜12点 在瓦吉尼亚市东南方32公里之外 坐落着刚刚提到的以斯拉军事基地 5月12点 基地中一名军官正在基地的取款机里取钱 忽然他看到一辆卡车开进了基地 停在了医务室的门前 紧接着 几名士兵把一个非常大的金属箱子 从医务室推出来 装进了车里 随后这名军官听到基地里有传言说 那辆卡车刚刚去了瓦吉尼亚 抓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那个生物现在就在基地里 很多媒体都围在基地外面 现在要把这个生物给转移走 再后来大约半个小时以后 这名军官所在的中队接到了命令 他们要去运送那个大箱子 不过这位军官并没有被安排一起前往 他的任务是在基地中待命 所以这名军官并不知道 具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只记得 几天之后 他发现当天执行命令的司机 被叫到了指挥官的办公室 并且从那之后 这位司机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基地里 同样的 他们的中队长 艾德森·哈米蒂斯 也在几天之后 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这一切都让这位军官意识到 那个箱子里装的 绝对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当时在那个巨大的金属箱子 被装进卡车之后 当天凌晨一点钟 他又被送到了瓦吉尼亚当地的一家医院里 这家医院叫做人文医院 当晚值班的医生回忆说 当时医院里面突然开进了一辆军用的卡车 同时还有八九辆军方的吉普车 随后整个医院都被军方封锁 任何人都无法进出 接着从卡车上抬下了一个金属箱子 里面有一个长长的黑色包裹 被送到了医院的放射科 要求进行X光检查 但实际上 军方只是来借用医院的设备 放射科的值班医生都被赶了出去 只留下一名医生来指导军方的军医 操作检验设备 接下来 他们成功的对那个东西拍摄了X光片 但是片子刚刚被拍出来 就立刻被军方直接拿走了 很明显 他们不想让那名医生看到这些片子 正因此 这名医生甚至都没有看清 那个黑色包裹里面 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医生没有看清那个奇怪的物体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位医生提到 那个东西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很刺鼻 就像是硫磺和氨气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在那三个女孩目击到怪物的现场 也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类似的味道 这意味着军方手里的这个生物和女孩们目击到的也许是同一种东西 甚至有可能就是同一个 这件事情再往后 根据一位司机透露 在隔了一天之后 1月22号的凌晨 这个生物被运到了瓦基尼亚市西南方的坦皮纳斯市军事基地 再后来据说这件事和美国也有关系 最终是美国人把这个生物带走了 还有爆料说 其实在事发前 美国和加拿大联合成立的北美防空司令部 就给巴西发了消息 说有不明飞行物正在接近 当然这些就是后话了 那么以上就是瓦基尼亚事件的大致经过 在短短一天当中 各种第三类接触事件密集发生 波及到了很多很多人 这里面的很多事情 其实还有大量后续 比如前面提到的斯基卡洛斯 和那三个女孩 据说他们后来都被一些神秘人警告 让他们不要透露这些事情 再比如后来还有一位军人 透露了一些对那个神秘生物进行尸检的细节 等等这些我们就不再赘述 当时这起事件的确实在整个巴西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社会舆论一直在猜测 这个东西肯定就是外星人 因为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96年5月18号 事发四个月之后 以色拉军事基地终于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军方的负责人开门见山 表示自己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并且对传言中的很多事都做了辟谣 比如三名女孩看到的那个奇怪的生物 军方表示那其实是当地的一个智障患者 叫路易斯安托尼奥宝拉 同时他也是一个聋哑人 所以说他平时其实跟外界没什么交流 平时自己就喜欢蹲在地上 研究什么蚂蚁 烟头 树枝 等等这些小玩意儿 而且这个人因为有点智障 他不穿衣服 就穿一个小裤衩 天天到处跑 在事发那天 因为下着大雨 天非常黑 可能这个路易斯呢 他淋了一身雨 又蹭了一身泥巴 蹲在地上玩泥巴 在远处看起来呢 就成了一个瘦弱的棕色皮肤的怪物了 再比如 有人说目击到了军方 把那个神秘生物送到医院 但实际上呢 那天晚上 刚好是有一个患有诸如症的孕妇要生了 当时是警察帮忙把他送到医院 可能人们把这个诸如症的孕妇给当成了怪物 诸如这样的辟谣呢 当时军方做了很多 但实际上这没有让所有人信服 因为很多细节 其实军方是没有解释到的 但不论怎么说 官方对此也算是做出了正面回应 也的确说服了一些人 因此从那天之后 关于这起事件的热度 也就逐渐降低了 除去官方的辟谣 其实这件事情还有大量的小细节 它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这起事件 很多人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警员马克救助那个神秘生物 结果自己全身感染最终死亡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具有一定的悲情色彩 而且马克他确实是死了 因此很多人也因此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 但我们恰恰要说的是 这件事情所表现出的漏洞 其实是最多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主要就讲一讲 马克之死当中存在的很多不合理的细节 在这我们把它分成三点来说 首先第一点 当两名警员 他们在发现了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神秘生物以后 他们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把它送到医院 而不是及时向上级汇报 尤其当天还发生了轰动全城的UFO目击事件 这种行为本身 其实它就是极度不合理的 此外 作为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察 在面对一个未知的生物时 竟然会徒手把它抱起来 放进车里 这种行为 说实在的 有点降致 很难让人理解 这是第一个疑点 接下来 第二点 不管是各种文字资料 还是一些相关的视频报道纪录片等等 在这些资料当中 都说 马克和同事最终把这个生物送到了一家医院 但是却并没有交代后续的发展是怎样的 假如他们真的把这个生物送到医院了 那么毫无疑问 必然会有大量目击者 那么就更有可能会留下照片或者视频资料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至今都没有看到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此外 如果那个东西真的被送到医院了 那么医生是怎么治疗的 治没治好 最后这个生物去哪了 这些都没有交代 当一个故事有头没尾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接下来 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马克的死因 他的死亡呢 也是整起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环 这加深了瓦基尼亚事件的神秘色彩 后来 这位马克的姐姐多次接受媒体采访 在很多次采访中 他都公开了马克死前的体检化验单 这个化验单的结果呢 据说也证明他确实感染了一种未知的毒素 通过化验单证明他感染了毒素 这看起来有理有据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很抱歉 不是的 首先这件事情目前可以证明的部分是 马克的确在半个多月之后突然死亡了 但是他的死因其实和那个未知生物没有任何关系 那马克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在马克的左侧腋下 其实长了一个囊肿 还挺严重的 在事发后不久 他去医院做了切除手术 把囊肿切除了 但是很不巧 之后没几天 手术的部位就感染了 正因此 他开始不断的发高烧 这是感染的典型症状 后来他感染的部位 开始不断的恶化 进而发展成了全身感染 最终又导致了严重的浓毒血症 并且因此死亡 浓毒血症 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 这个浓毒血症 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 叫血液中毒 这种病说白了 就是由于严重的感染 导致了机体中毒 在接触采访时 马克的姐姐拿出了马克死前的化验单 并且表示 这个化验单上显示的结果 能够证明 马克的体内含有大量毒素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化验单上显示了 马克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 数值明显升高 这个中性粒细胞的数值 如果明显升高了 其中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名患者可能中毒了 所以由此 马克的姐姐认为 是马克接触了那个神秘的生物 导致了中毒 进而导致了死亡 而这一点 也成为了证明 瓦吉尼亚事件的 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但对此我们要说的是 这件事 它其实是利用了大部分人 都不了解一些 医学相关的知识 首先 中毒的一种典型表现 的确是中性粒细胞 数值升高 比如动物中毒 植物中毒 重金属中毒 甚至是尿毒症 都会检测出 中性粒细胞的数值升高 由此 当时的医生也认为 马克应该是中毒了 但中的什么毒呢 他没查出来 所以他觉得 应该是中了一种 前所未见的毒素 这听起来 似乎是非常合理的 但实际上别忘了 浓毒血症 它的一个名字叫血液中毒 浓毒血症的主要表现之一 也是中性粒细胞 数值升高 同时 高烧 心慌气短 神志不清 等等这些症状 也都是浓毒血症的典型表现 而这些症状 当时的马克都有 马克的症状和浓毒血症 完全相符 那么显然 他极大概率 就是因为手术部位感染 进而发展成了浓毒血症 导致了死亡 而在当时的巴西 医疗技术普遍不够成熟 可能医生不知道 这是浓毒血症 因此 当时的医生表示 这是一种 他们没有见过的毒素 毕竟 现代的浓毒血症的定义 是在92年才被提出的 而且这个疾病的概念至今仍然在不断的完善 所以说 在1996年的巴西 很可能医生对这种疾病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从而误认为马克死于未知的毒素 另外需要说的是 事发27年以来 马克的姐姐一直在极力的推进 并且尝试证明瓦基尼亚事件真的是UFO降临地球 他为什么要极力的推动这一点呢 有人说 因为他弟弟就是因此而死的 他希望大家看清真相 但我们要说不是的 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原因是钱 由于马克死亡 他起诉了马克所供职的警察局 主张了一大笔赔偿金 如果能证明 马克真的是死于外星人毒素 那么这就属于因公殉职 这笔赔偿金就会得到支持 即便马克他并没有参与那起事件 也要去生拉硬赚 尝试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就只是为了钱 所以 有时候真相就是如此的物质 虽然马克的死亡中充满了欺骗和利益 但客观的说 至少从目前搜集到的证据来看 马克死亡这一环的缺失 并不能完全代表着 瓦吉尼亚事件就是假的 实际上 不论如何质疑 这件事情在瓦吉尼亚当地 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并且当地人对这件事情 其实是普遍相信的 在当地 经常可以看到UFO形状的纪念碑 或者广告牌 甚至一些人行道的标识牌上画的 都是外星人的样子 很明显 当地人已经把这件事 作为了自己的某种标签 我们可以从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普遍相信 推导出 这可能真的是一起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认为 当地人在把这件事情 当作自己的一个文化符号 从而借助它去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毕竟这样的案例不胜枚具 比如我国的再生人村庄 我们之前也说过 很大程度上 就是把这些灵异事件当作噱头 去促成旅游业发展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那么这起UFO事件 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可信了 和美国一样 在2022年6月24号 巴西的参议院也举行了一场UFO听证会 但和美国不同的是 美国的UFO听证会是油爆琵琶半遮面 巴拉巴拉说了半天 全都是废话 一直说不到重点 好像是公开了一些资料 但好像又没有公开 非常不真诚 而巴西这个听证会呢 恰恰相反 它的干货非常非常多 那场听证会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公开展示并且承认了近几十年来 发生在巴西境内的大量的不明飞行物事件 瓦吉尼亚事件 据说也在其中被提到了 可以认为巴西是在官方层面 承认了这起事件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网上直接搜一下 巴西UFO听证会 能找到大量资料 也能找到一些有中文翻译的版本 在故事的最后 综合我们介绍的这么多细节 其实个人更加倾向于 这起事件呢 它是真假参半的 可能它确实发生过 但是其中呢 又夹杂了大量的 后来掺杂进去的伪造的细节 之所以认为它确实发生过 是因为巴西的UFO听证会 很实在介绍了大量发生过的UFO事件 对瓦基尼亚事件呢 也有提及 当地民众对这件事的支持率呢 也比较高 都比较信任 那之所以认为这件事中 还掺杂了很多伪造的细节呢 是因为其中很多事情都存在破绽 就比如刚才我们着重分析的 马克死亡的事情 其实很多所谓的神秘事件都是如此 可能它确实发生了 但是有的人为了博眼球 就会添油加醋 杜撰一些没有的细节 跟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就很难受了 所以在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往往就要避免二极管思维 往往就是需要辩证的去看待 绝大多数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多说一句 其实巴西呢对UFO的狂热程度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几年前的一项调研 巴西有三分之一的群众认为外星人是存在的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呢 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它很有利于那些杜撰的虚假的UFO事件不断的滋生 回到今天我们说的这起瓦基尼亚事件 它是否属实 是否真的存在什么红眼外星人 至少在这次听证会当中 似乎没有明确提出相关的证据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更加详实的证据才能下定论 那么瓦基尼亚事件咱们就说到这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